大家好,我们又见面了,看着是不是很熟悉? 没错,我就是那个多年从事货运飞船设计工作的老同志,王冉 时光如水,岁月如缩 距离我们上一次见面,一晃已经过去了四个月 承蒙厚爱,得到了大家那么多的点赞和关注 让我这个新进up主受宠若惊 通过弹幕和评论,能看出来大家对于货船以及货包十分感兴趣 正值天舟三号成功发射,我决定为大家进行一次大揭秘 揭秘一,天舟三号有哪些变化? 天舟货运飞船主要任务是为空间站运输货物和补加推进剂 并将空间站废弃物带回大气层烧毁 天舟二号已载轨服务近四个月 航天员在天上快递拆的是不亦乐乎 三号充分继承二号的经验 并依据航天器载轨运行情况和用户意见 持续优化改进 三号货物装载相比二号主要有以下特点 咱们挑干货说,请小朋友们做好笔记 不清楚天舟二号情况的可回看我的上一条视频 一,装载更多 根据任务要求,这一次航天员将驻留半年时间 所以天舟三号上行驻留保障物资约是之前的二倍 上行货包数量高达206件 相比二号数量增加了25% 二,密度更大 有了之前的经验 三号的货包装载方案设计进一步优化 包内货物布局更加合理 复形材料轻量化设计 货物装载密度由天舟二号的266公斤每立方米提升至272公斤 三,更加舒适 适配板在货包拆卸后即成为货物仓的墙面 为了给航天员提供更加舒适的环境 天舟三号对适配板进行了优化设计 通过贴膜装饰和标识设计 使其具有了手感好、视觉美观等特点 毛皮房秒变精装修 揭秘二,天上拆包有啥不同 地面上有重力 快递可以放在地上操作 天上需要使用尼龙搭扣 将货包与操作面粘贴固定 操作时,航天员还需要身体限位 才能比较方便地将货物取出 同时,包内设计了网兜和防飘带 防止货包开启后内部货物自由飘出 揭秘三 除了送货,货船还能干啥? 大家可能只看到了货船运货和补加推进剂 其实货船还是一个很好的搭载实验平台 货船一年多次上下行 装载空间大等特点 可为载盒提供良好的实验条件 提供标准的机电热接口 方便载盒进行标准化设计 天舟一号至今 货船已搭载实验项目十余项 取得了丰硕的科研实验成果 我们的货包轻便结实又耐用 抗菌防煤还阻燃 货包规格高达22种 可以充分利用舱内有限空间 保证整船装载效率 揭秘五 如何保证无污染 每次上行这么多的物资 如何保证其安全污染是个难题 货船除了对货物生产交付等过程控制外 上天之前还要进行全面且细致的检测 包括微生物检测 有害气体检测等 从二号开始还针对性的进行了新冠病毒核酸检测 务必保证对接后不会引入任何污染 这既是对航天员负责 也是对空间站负责 更是对全国人民负责 最后说了这么多 但货船的秘密还远不止这些 货船将一如既往的为我国空间站运输物资而服务 做好每一个货格的布局 做好每一个货包的装载 做到快速准确的送难 呼应飞船 已是我的荣耀